大家好,这里是山上南,前一段时间不是说可以腿睡吗? 然后我这边大乱上岸,那边水几五文,砍大腿,砍头腿多少钱呢? 好,现在到了岸阳凯峰的食品之家,我先进去资讯一下 我这给怕人了,这边间站好厌格啊 你看这还稳图啊,那种可插个路 房子一楼呢,快给人家吓死了 好处点,人家房子很推卸 对,房间是人,让你上三楼了 好处,有带五中,不处 嗯,好像打牙都小了 我看见那边,你边上那几位姐姐,一边那小 嗯 是吧 应该是在这儿 水屋都算,水屋 应该是这儿吗? 在这儿吗? 嗯 我记得,我以为是七千的 不是,你是一缴了八千多的水屋 然后,迎缴两千七百多 然后,就是你左缴的推给你 哦,就是说,缴了八千多 嗯,我以为是,全部都是我该推那些了 但是五千块钱啊,收拾了 但是五千块钱啊,收拾了 我看来,我其实看过一个男孩 那女孩说,她去腿睡了 大嘴又不脚上撩完 他凭两磨脚睡吧 可能是,让他更高兴的话,我也去腿腿吧 那时候,他一腿腿完之后,哭了 哇,叫,还得在脚上撩完 昨天,我已经去安当地水居 成功,退了五千二百块钱 其实,大家在那个收集商 个人做得水,皮皮上就能操作了 然后,围傻窝,还抛了一趟 嗯,我想一想,恨多网友啊 都和我又一样的问题 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单位 但是,腿水只能腿一个工作单位 然后,我刚才就以为是,忍交地的问题 然后,发现那个,忍交地还不能梗该 然后,我就求问了一下人家工作人员 然后,翻译了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工作人员说,这个忍交地和腿水 所以,我已经是没有这种关系了 这个问题处在哪里呢 让大家赶紧过来跟我睡一下吧 就是,气势是很简单的 剩下大家在跟我一样,再跑这一趟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啊 在这儿,我要办睡 然后,这个 跟那个韧交地是没有关系 在这儿,看到没,收入 有时候,你如果是两个单位 有时候,他那个,收入的性质不同 比如之前那个,我们只推了一个工资薪金 其实,像发的那个金头条什么之类的 是给的劳务报酬 所以要在这儿,点一下这儿 看到没 这边有四个选择 一个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搞酬所得什么之类的 你比如说这儿吧 加一个新增就行 你比如说,你还有一个收入是搞酬所得 要点一个新增 然后点完之后 他就把那个金额回到一块儿了 如果你不点的话 他只会给你一个类别的 好,大家许会了没有 一定要记得在那个类别上 点一个新增